各位同学大家好,我是何心泰,福人大学日文系的何心泰 我们今天要讲的这个单元是日语文法 第一,名词,第八,种类 形式名词,一,然后以口多为例子,我们做一些说明 好,我们在讲名词的时候一开始我们提到 名词我们一其特性可以分为两大类 一个是形式名词,一个是实子名词 其实大部分我们知道的是实子名词 从第一到第七项的分类 我们是对于实子名词做了分类 然后也来讲解了 那接下来我们其实我们剩下的是日语里面比较特殊的 一个地方名词的形式名词 那我们这个上一次也有提到 形式名词呢,它不具实子上的意义 其实就是它实子上的意义已经淡化掉了 正确来讲是淡化掉了 然后最主要它是具备名词形式 所以我们叫做形式名词 由于形式名词已经不具任何意义 所以一般我们都用假名来书写 就是不写汉字的意思 那也不能单独使用 它前面都会有一些连体修饰 把它当成名词来修饰 就是连接体验嘛 所以是连体修饰解 与此相对的就是实子名词 这个我们上一次也提到过了 好,往下 那比如说,形式名词因为它不 它的实际的意义已经都淡化掉了 所以无法单独的代入下列 1234这几个句型 这几个句型都是需要实子名词才可以用的句型 比如说,これは本です ここは图书館です こちらは田中さんです 今は5時20分です 那是实子名词才可以 那这是一个判断的方式啦 可以参考一下 好,往下 那我们要来讲形式名词了 我们刚刚讲大多它都是实子名词整化而来的 比如说,こと,事情,物,东西 所,原来的意思是地方 或,哪一方 上,上,ため,为了 等等 那有时候我们其实还有,no 它原来是住词 那当成一个例外来处理也是可以的 通常形式名词必须 前面必须有连体修饰词 或连体修饰解来修饰它 那等一下我们看例词来说明 同学会比较清楚 另外形式名词我们这边再提一次 它不具实子意 所以通常我们用假名来书写不写汉字 因为一写汉字的话 它汉字带有意思 就把它意思反而又锁回去了 所以一般我们用假名来书写而已 那我们在这里呢 会分别こともののどころ等等为例 我不晓得会不会再多 如果有空的话 我们可以再增加一些单元 那今天这个单元 我们先讲こと的一些用法 完全 我们无法讲到非常的完整 那列举一些我们常见的用法 来让同学知道 认识一下形式名词こと的用法 好 形式名词 我们先回到它实质名词的用法 こと 原来写汉字写是 比如说我们看这个句子 このことは極めて重大打 这件事情 极其是非常的意思 极其严重 那这里的话 直接就是事情的意思 它的读音也是こと 但是呢 它的形式名词用法 就不写こと了 通常汉字就不要写了 我们看一下第一个用法是所谓的 提言化的用法 你会把它当主语 当主题 那它的共通点就是后面不是 哇就是が 要当主语或主题的时候 就是让它提言化的用法 那我们看一下例句 タナカさんは話をすることがうまい 我们中文的意思变成说是 天宗 他 对于这件事情呢 很厉害 那我们还可以理解成为什么呢 天宗很会讲话 所以这个事情 就没了 那就变成是体言化 这算是形式名词的用法 可以吗 天宗很会想话 最近笑 他原来还是事情的意思 但是呢 其实都淡化掉了 最近少笑 最近笑的时候变少了 所以我们会变成 时候了或其他的意思去了 其实它只是让它体言化 当一个主语 然后这个主语呢 变少了 最近笑的时候变少了 最近比较少笑了 是这种意思 还有他还有其他用法 这是其中的第一个 我的编号第一 还有第二 我们看一下 那这里这个符号表示的就是 koto kotoができる 表示能力或条件 那 即使这个会建议同学 把它当成一个句型来记的话 会比较简单 这个可能在刚开始学日文 不久 老师就会教到这个句型 那一样 第四变化连情形来接它 表示有这样的能力 或条件 私は日本語を話すことができる 我会说日文 我能说日文 当然这是要动词的第四变化来接koto 它是名词 它形式名词也是名词 所以用第四变化来接它 我会说日文 我有这个能力 可以吗 所以是 动词 然后呢 kotoができる 接下来第二个例句 これは このレストランでしか 食べることができない料理だ 这个呢 这道菜啊 这道料理是什么呢 只能够在这一家レストランでしか 它后面接否定 反而是肯定的意思 只有 只有在这一家餐厅 才可以吃得到的菜肴 才可以吃得到的菜 才可以吃得到的料理 这表示条件的用法 所以这里我比较 故意举第一个例句是表能力 第二个例句是表条件 好 kotoができる 可以当句子来记 接下来 我们看到第三个用法 好 第三用法又分为两个用法 它放在句尾 就是以 da 来做结束 第一个用法是 为了达到某种目的 或解决某种问题 解决某种问题 而所要进行的重要行为 我们用这种行为 来接 koto 再接da 是这样的用法 比如说我们看例句 同学会比较容易理解 いい成績を取るには 为了要取得好的成绩啊 まず首先要怎样子呢 真面目に 认真地勉強することだ 好 为了要达到这样的目的 或 这里是达到这样的目的啦 那我们就需要认真地念书 所以是动词第四篇话来接koto da 所以在这里是koto da 第一个用法 通常是放在句尾 是为了达到这种目的 然后我们必须要 所要进行的重要行为 第二个例句 kazu yoshi da hito ni 对于感冒的人 是你表对象 那我们跟他讲什么呢 よく 急用することです 那你最重要的要 所要进行的 重要行为是什么呢 好好的休息啊 就解决你得到感冒这种问题啊 那是よく 急用することです 那一样放在句尾 第四篇话来接koto da 这是koto da的 第一个用法 我再说一次哦 是为了达到某种目的 或解决某种问题 而首要进行的重要行为 第二个用法 是表感叹 通常用于表示感情的形容词 或形容动词后面 那当然 形容词或形容动词啦 那个都是要用 第四篇话的一体型来接koto 然后再接koto da 那打当然也可以变成 礼貌的讲法です 那比如说 かわいい啦 嬉しい啦 恐ろしい啦 残念啦 等等 表示说话者的感慨 感慨 好 Boa-san 哎呀 这个歌手 韩国歌手 你爱了なんで 哎呀 可以见到他本人耶 像这类的事情 嬉しいことです 哎呀 真是令人高兴的事情 啊 那个感叹 OK 皆さんが元気で 大家身体都很好啊 ありがとうです 表示自己的感慨 哎呀 这真是很 很好的事情啊 谢天谢地啊 灾难之后啦 好 这是第三个用法 koto da 接下来 我们再看 第四个用法 这个不难 应该在刚学到日文不久 老师就会叫这个句型 动词的tashi 人家ことがある 表示经验或经历 比如说 我们看第一个例句 日本へ行ったことがある 去过日本 然后这个都是过去 已经做过的事情 这表经验 所以是过 去过 たことがある 可以吗 第二个例句 昔 アメリカにいたことがある 存在 以前啊 存在 待在美国过 曾经在那里过 OK 所以是用たことがある 曾经在美国 第五个用法 koto ni shite iru 注意到这里是 ni shite iru 这表有规则或习惯 但规则或习惯 就没有否定用法 我们看第一句就知道了 maniji 朝ごはんをつる koto ni shite iru 每天呢 他都有这个习惯 习惯做什么呢 做早餐 koto ni shite iru 其实可以找到线索 maniji 大概就是习惯 或是规则 第二个 teiki teki ni kirae na hito ni au koto ni shite iru 他定期的 都有这个习惯 会去 见自己讨厌的人 端念心灵吗 我不晓得是为什么 句子是这个样子 这表koto ni shite iru 规则 习惯 当然前面一样 都需要用年底型来解他 形成名词 还是名词 我们再补充一个用法就好了 不然会讲不完 好 koto 放在句尾 然后就加句点了 他都不加在任何东西了 这表示忠告 命令或主张的用法 ちこくしないこと 比如说在不感染 我们听到 有人贴了这张纸啊 班代说 我们明天的聚会 不可以怎样 不可以迟到 这表示忠告 ちこくしないこと 好呢 然后妈妈 贴这个在你的门口 よふかしをしないこと 不可以熬夜 这表示命令 好 不要忠告 命令或主张 一样 第四篇话 连体型 然后接koto 然后就句点了 ok 他还有这样的用法 koto 这个形式名词 它的用法 我们大概列取了六个 比较主要的用法 给同学知道 今天这个单元就到此为止 晚安 祝你好运 good night and good luck 我是小河 我是河心泰 再见